Google成为最新一家将年度会议 签出三藩市的科技公司 理由在该市重新冠大流行中的复苏正面临着挑战 根据SFGate的报道 Google发言人表示 该公司的Google CloudList会议 将会于明年在拉斯维加斯的Mandeleby Convention Center举行 而不是在三藩市的Moscone Center举行 上个礼拜在Google CloudList自身冠大流行以来 首次在Moscone Center举行会议 此前该中心也曾在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主办过 除了Google之外 还有几家科技公司也取消了于明年在三藩市举办会议 其中包括改为在Denford举行会议的Red Hat 以及直接取消了会议的Meta 较早前 Salesforce的行政总裁Mark Benioff 在三藩市的事报上表示 Dreamforce作为三藩市最大的会议之一 如果目前三藩市的无家可归和吸毒问题持续存在 那么这个很可能是该活动最后一年在这里举办 这些年度科技会议对三藩市的旅游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市中心地区 他们通过酒店住宿和当地消费而产生大量收入 三藩市市长布里德办公室向媒体表示 市政府官员正在和Google的领导曾沟通 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将Google CloudLinks会议带回来三藩市举行 天下卫视记者 编辑报道 请吏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啊